由於現在業績公佈期,所以我都是看一些業績公佈相對比較理想的部分 我推介恒生銀行,恒生銀行上個禮拜公佈了中期業績 總體上雖然收入錄得下降,但其實不合市場預期 說未來銀行的息差有機會在上的情況下 再加上壞儘有機會進入港幣的情況下 未來恒生的前景已經是看好的 我想145元的位置,投資者可以進入部署 例如目標價可以看到155元